在去往特伦特山的路上 我们在科宝市停留了一下 这是一个精致的小镇 拥有丰富的历史遗产 科宝市建于1850年代 由威尔士亲王举行建成典礼 它被认为是安大略省的汇宝之一 被公认为加拿大最佳居住地之一 遗憾的是 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参观在维多利亚大楼中的诺森博兰艺术馆 我们下次来一定去 特伦特山市位于安大略省中部的诺森博兰地区 它位于特伦特河边 于2001年与另外三个市镇合并而成 这里到处散发着轻松祥和的气氛 在特伦特河边的老墨房公园里 这座两家园硬币 或也叫突尼的纪念碑建于2001年 以表彰当地艺术家Brand Townsend的杰作 它设计了硬币上的北基雄图案 这枚突尼硬币高8.2米 直径5.5米 我们现在去看兰尼峡谷吊墙 这个牌子是当地人用来特别感谢 Trendt空军基地第八连队的 他们的帮助使得这个宏伟的旅游景点成为了现实 这是安大略省第一座超过91米长的悬索桥 横跨著名的兰尼峡谷 其悬崖高度超过9米 吊桥的中心是观赏特伦特河上美景的最佳位置 回家的路上 我们忍不住在Curban附近的401高速公路边上的大苹果停下来 这个大苹果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苹果 高度为10.7米 直径为11.6米 从里边你可以爬上苹果顶端 通过上面的望远镜来欣赏周围的田野景色 大苹果商场里的产品大都与苹果有关 由苹果或其他当地农产品制成 来开一瓶苹果酒 庆祝我们刚刚度过的丰富而有趣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